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75页 我们从第3行看起 字句隐 宗旨教中说 三世其佛借毗诺这那一佛所信 为这那内心正自受用成于五智 自当中央伐界亲近之 四从四智流出四方四如来 其妙观察智流出细方极乐世界 五无量寿如来 这一佛而信双头 双线二头也 故清凉云即本思也 那么这是智者 就是用明言受大死 那么他这一段的说法 是在宗经路第24卷里面 宗经路一共是有一百卷 那么这个说法呢 实际上在大乘教里就常讲 社方三世佛共同一发生 与这个意思完全相应 那么在我们这个大世界 就是华藏世界 我们宗婆世界是华藏世界里面的一个小世界 我们称之为三千大千世界 比起华藏世界来讲呢 三千大千世界是个小世界 那么这个大世界 这个教主就是毗诺哲娜如来 我们称之为法身佛 华言经就是以毗诺哲娜为主 法身不说法 法身是无有形象 是宇宙万法的本体 所以他们有一言说 我们在华言上所看到的菩萨说法 实际上这些菩萨呢 就是毗诺哲娜的化身 本身不说法 本体不说法 从体其用 这就现身 就现象 这个就有言有说 就有说法 所以华言自始至终 都是菩萨说法 都是菩萨说法 那么经上告诉我们 既然以毗诺哲娜为本体 正如本性 那么以后从四智里面 流出四方如来 四智就是大言性质 平得性质 妙观察之 尘所作之 那么菩萨之娜呢 是在当中 中央 我们讲五佛 中央是菩萨之娜 法身佛 从大言进之流出来的 东方阿俗辟佛 从平等性质 流出来的 就是南方 保身如来 从妙观察 流出来的 就是西方阿弥陀佛 从尘所作之 从尘所作之 流出来的 是北方不空 成就如来 那么我们这是讲的 五方佛 五佛 每一尊佛呢 都有四大菩萨 四五就二十了 那么加上五佛 就二十五了 再加上四十八公养 再加上二 就刚好变成了三十七 三十七佛了 是这么来的 实际上 实际上这三十七数字里头 只有五尊是佛 二十人是菩萨 那么其他的呢 这是四摄和八公养 都是我们现在讲的 道具 现在一般讲的道具 在佛法里面呢 成为法器 像这个菩萨手里 拿着这些东西 叫法器 这都算在里面 这都算在里面 因为他都是 叫法众生 甚深的毅力 都算在里面 那么这一段呢 这是说 这个 一佛而现双土 这个一佛呢 就是直迪阿弥陀佛 双土 就是极乐世界 跟我们苏婆世界 所以清凉大肆说 释迦是我们的本师 阿弥陀也是本师 真正的 就是根本的老师 阿弥陀佛 释迦佛呢 不过是在苏婆世界 来代替阿弥陀佛 招生而已 希望苏婆世界 真正觉悟的众生 赶快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阿弥陀佛呢 确确实实 是我们的本师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华言上尤其看得清楚 华言到最后 十大愿望 道归极乐 可见的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呢 确确实实 是我们的Loss 是我们的根本Loss 再看底下的书 是我们的 人家 人家 祝福说法 多种不同 说法 竟是一阵皆说 六成都可以说法 因此 耿耿沉沉 无有穷尽 此地举个例子来说 详细 像本经 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 六成说法 大本 就是无量寿经 观经 就是观无量寿佛经 净土三经 都说西方极乐世界 都说西方极乐世界 一报正报 通通在说法 下面 抄里面 解释这段文 是多种的 如以前说 战士 眼熟 是对耳根利的众生 就用眼熟 耳根利的 在娑婆世界 大多数的众生 耳根利 这是讲多数 有些人 眼根比耳根利的 你给他讲 他听不清楚 你写给他 他一看就明了了 眼根比耳根来得利 有些人呢 你写得再清楚 他看得不清楚 你讲解 他一听就懂得了 这是众生更新不相同 所以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 就像楞严经上 文术复杀 简选圆通 此方真教体 亲近在英文 释迦牟尼佛当年 度化众生 是用言说 每一天讲经说法 空老父子 空老父子 跟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间 相差不多 出现在中国 他老人家教学 也是用言语 当时没有用文字 写出教材 所以夫子过世之后 弟子才把他一生所讲的东西记录下来 跟释迦牟尼佛情形差不多 释迦牟尼佛他的学生多 纪录的详迦牟尼佛 纪录的详迦牟尼佛 这个大纲 父子讲了几个重点 讲了十几个重点 讲了一百多个重点 讲些什么呢 等于说把题目记下来 这几个字讲了大纲 所以论语 就是这个意思 都是父子讲学的题目 讲题 讲题 纲要 那么不像这个佛讲经 佛讲经可以说 把这个大意 都记下来 相当详尽的 这是很难得的 那么这言说 展示 展示 这就不是用眼说的 是我们眼睛看 看色相 看动作 看动作 看这个动作 看色相 就明白意思了 这眼根力的人 这眼根力的人 禅宗里面 常用这个方法 不讲话的 勤拳 勤拳 举个拳头 一个手指 叫你看看 他就觉悟了 对方一看就觉悟了 这是一个动作 一个手势 叫对方人领略这个意思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法会当中 念花微笑 那是动作 当众看了不懂佛是什么意思 只有摩侯家世懂的 摩侯家世看到笑了笑 他懂的 所以佛就把这个话给他 我有涅槃妙星传歌摩侯家世 这就是禅宗的第一代的祖师 所以禅宗是不理文字 直指人形 是在色相动作上 你去体会这个意思 所以他不用言说 他用展示 用这种手段 那么这一眼根 乃至香饭 香饭就是请你吃饭 这个吃饭是血根 对这个胃尘 他一吃 他就看我 他就叫我 相机如来啊 他那个世界多众生很奇怪 他就不说话 这给我这尊佛天天办了好菜好饭请大家吃吃了个个都开玩意 他就说 那个地方的众生呢 六根里头 血根很利 但六根不一样嘛 血根利嘛 灵切经里头说 有一段经文讲 佛告诉大慧菩萨说 并不是所有的世界 佛都讲经的说法 不是的 如果那个世界 如果那个世界 这个众生呢 耳根利点 佛才用言说 言跟利点 那佛就用摄像 用动作 就不用言说了 故极乐世界 不但经口说法 一阵歇尔 极乐世界是个平等的世界 那么极乐世界的人呢 可以说是 社方无量无边刹土的众生 都是移民过去的 因此 在极乐世界 这些世界 这些大众啊 诸上善人啊 什么样的根性都有 它从每一个世界来的 什么样的根性都有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也像我们苏婆世界 释迦牟尼佛 提这个 蒋经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那就不能复权 那就不能普度众生 那用这个方法呢 只能借引我们 收回世界去的 他方世界去的太多了 因此西方极乐世界 说法就热闹了 六根六成统统说法 一报正报都说法 道理啊 在此地 入大本云 大本云 无量受尽 阿弥陀佛 为祝菩萨声闻 祝天世人 广宣大教 福音妙法 莫不欣然悦是 先得解物 各有所得 这段是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为这个大众 这个菩萨声闻 祝天世人 这都是 每一道西方极乐世界 以前 他的身份 没去之前的身份 到了西方世界之后 身份是一样 通通是菩萨 我们在无量受尽里面看过 绝对不是西方极乐世界 还有小城 还有人天 没有 这个主要知道 那么这是讲 佛音妙法 这是说佛在那边说法 过有所得 每个人 由于他的根性 精进的程度不相同 他误入地有前身 又云 东方横杀素 祝福 过千无量菩萨声闻 知阿弥陀佛所 听说妙法 这是想说的一方 后面就六说了 四位以上下一佛如是 这就是摄方祝福世界 那些祝福都派亲 他们那边的菩萨 这个 摩罗汉匹之父 派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去听阿弥陀佛说法 一佛如是 是正报说法 这是大本经上说的 说此经 水鸟树林 延长妙法 那么这些六成都说法 水是无情啊 鸟是有情 树林也是无情的 情与无情的 通通说法 这是六成说法 这大本观经 如后文中响影 是一报说法 一报就是物知环境 又大本云 逼过莲花出无量光 这莲花 莲花放光 光中出无量佛 这个佛是画佛 是莲花里面画 这个变化出来的 是夜夜祝福 借朔妙法 这是一正都说 莲花是一报 一报里的现佛 佛是珍宝 珍宝从一报里出来的佛又说法 这一报同时说法 莲池大师 在苏抄里面 也用这个大本 就是无量寿经的 里面 里面大多数 他是采用 王龙书 居士的绘本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大阿弥陀经 他采用的 他采用这个本子 采得多 因为王龙书居士 这个绘本 这个绘本呢 虽然是不完全 这个五种仪本呢 他只采用了四种 大宝集经的 大宝集经的 无量寿惠 他没有采取 可是在文字上呢 比原来的几种 译本呢 确实是要好 所以他这个译文呢 多半采取 就是王龙书居士的绘本 尤为说法 是验声报声 尤为善声齐说 过随机见 我们看 抄里面的主题 这是有人 有许多种的讲法 有人说法 讲的呢 就说法了 印身佛说法 报声佛说法 报声佛说法 法声佛不说法 那么也有人说 三声通通说法 这怎么个讲法呢 这怎么个讲法呢 下面呢 注节里面说的详细 印身说法 这是主张 这个印化声说法的 这些人 他们的见解 这些人 说法声佛说法 有云呢 是言语文字 文字 文字 是言语的符号 跟言语是相同的 言语的符号 那么法声 那么法声呢 是理体 法声没有形象 没有形象 没有形象 这么个说法的 所以说法声呢 一向我说 一向我说 这个意思 在此地 这些地方呢 我们要细细去体会 他们古人讲话 每个人讲话 都有道理 听起来都很有道理 可是你细细去写明查了 可是你细细去写明查了 他这个道理都不圆满 都偏在一边 那么这样说法的人 不少 报声呢 有说有不说 据说不说 据是据足 怎么有说有不说呢 报声呢 有自受用声呢 有他受用声 自受用声呢 他就不说了 他受用声说法 这个他受用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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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上常讲 佛为师弟菩萨 心愿报声 师弟从出地 到等觉 这十一个位置 报声呢 神大 我们在佛记里面所读的 佛好 顽砖 无须迷 干目 陈星 四大海 那是讲 报声佛 那个佛要在我们面前 我们看不到 为什么呢 他一个人那个身相 比他们地球还大 你怎么会见到他 见不到啊 像蚂蚁啊 他的问声 蚂蚁决定不晓得人是什么样子 咱们知道 他见不到吧 那个像就太大太大 因此佛要度 这个地上菩萨了 要献给他同样大的身 来为他说法 来为他说法 那么信同样大的身 这个叫他受用身 真是像三十二应应的所说 应以什么身得度啊 佛就信什么样的身相 所以他有说 又不说 这个应身定说 应身是硬化在世界 是唯一 三贤二臣六道凡夫 说法的 那么像佛 释迦摩尼佛 世间在我们这个世界 这个相貌 身形 人 给我们的世间人 差不多 个子虽然高一点 也不是很高 很高 那就变成怪人 这个肩上常说 佛的身呢 是藏六如今生 佛神就藏六 可是那个藏六啊 是周朝的时候的藏六 不是我们现在的痴 注意要看看 红一道四编 绿学 绿学 三十一种 它里面就有一张叫 周吃烤 周朝的痴 他做了个烤锯的功夫 周吃烤 一张六尺 设计上 就跟我们现在的时候 差不多将近一张的样子 就这么烤 好像我们现在讲的 差不多是八十几公分 九十公分的样子 九十公分的样子 是一个高个子 但是 并不觉得很奇怪 那么佛的向好 这是他 多生多劫 修福 所得的果报 他居足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这就是我们世间人常讲这个相书 相书里面所讲的好相啊 这个相好 那个相好 他通通都有 所有的好相都他修来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希望自己的相好 是可以修的 是可以修的 连看相的人也说 相是以心转 这个修相好 也怎么个修法呢 绝对不是到美容院 到美容院去修相好啊 那个问题就严重 啊 往往得一身的毛病 到后来 无药可救 这是我们看到很多例子 佛告诉我们 向好从哪里修 从心地上修 你心地 真正慈悲 你心地亲近平等 相自然就好了 所以一般呢 这个命相家常讲啊 一个人在四十岁以前 他的相貌啊 是余生俱来的 所以是先天的 四十岁以后 这个相貌 后天 啊 就是你在这一生当中 心里行为 会把你先天呢 变成后天 所以四十岁以后的相貌 是这一生要负责任的 实际上 相貌 都是自己心变现出来的 啊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相貌不同啊 是他投身的时候 来投胎的时候 佛经上说的好啊 说的真是有道理 是吧 爱不重 不深所迫 你怎么会到这个世间来投胎呢 你有爱你 来投胎的时候 投胎的时候 多半呢 娶父母的相貌 他喜欢嘛 他喜欢这个样子嘛 他就变成他这个样子 啊 他这个相貌 印在心里面呢 相当的深刻 啊 所以这个相啊 从想身啊 从想身 心里面想啊 就先想 从想身 所以这个相貌 是自己变现出来的 父母 或者你的亲属 只给你做一个正常人 啊 做一个样板 哎 你看啊 这个喜欢这个 就取这个 喜欢那个 就取那个 啊 这相貌是这么来的 不是遗传的 我们现在一般人讲遗传呢 这个在佛法讲不通的 没有道理的 那么到成年之后 就自己懂事 心就有善悟了 这个相貌啊 随着你的心情在变 啊 所以壮年 老年的时候 这个相貌 就是你一生 所修起的 啊 说佛的人呢 尤其是显著 变得快 啊 他懂得方法 懂得理论 啊 那么这是这样的时候 这个修啊 啊 向好光明呢 一定要从心地上下属 印身佛 既然样样都同 这个世间中生 所以他一定说法 啊 这叫一定说法 这彼佛说法了 但是应身呢 然以肩包入大本 高出一切世间之身 观今六十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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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从观无量寿经 看到佛的身相非常非常的高大 六十万一诺有他横杀有寻之身 这个身相不可思议 我们赞佛记里面赞的 博豪婉转无须迷 甘木沉浸四大海 这还说得太小了 实际上佛的眼睛博豪远远超过我们所在 但是再说大的我们说不上来了 因为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所看到的 最大的海就是海洋 最高的山 喜马拉雅山 这是我们地球上的须弥山 没有比这个再高了 仅我们眼前所能见得到的 来做个比实 实际上不止 可见得佛的身相之大 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 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 这个报仁 化身 为什么说它不是真佛呢 经常说的 佛歌我们说的 爆化非真佛了 也非语说法真 这个里面呢 含了有两种意思 第一个呢 这个爆生佛跟化身佛呢 是从法身变现出来的 从体起用 是发身理一体的作用 是发身理一体的作用 用无自信 就是用没有自体 没有自体 所以说万法皆空 为什么说都是万法皆空 因为一切万法没有自信 全体即正 所以 爆生 印生 化身 都没有自体 它的本体还是发身 这是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说 这个爆生 化身 所说的 这一切法 我们要深一层的去观察 也说我能死 也没有自信 所以 马明菩萨在《七心论》里面 告诉我们 看见 从听乏了才有入处 入处就是悟处 你想不真正听到东西 坏一句话说 你读诵的时候 听讲的时候 你这个心里头 要落在执着言说 执着名相 心里还有所攀缘 心里有攀缘 心里面有想法 有我的看法 有我的想法 有种种见解 这个叫心原相 你就没有开悟的指望 决定不能开悟 为什么呢 你的悟门都是 开悟一定要心清净 清净心才会开悟 心里有一点点障碍 心里有一点点障碍 都不能够开悟 你像我们看谭经 谭经真的是好例子 发达产死 念三千部发花经 功夫很深 功夫很深 他为什么不能开悟 他为什么不能开悟 三千部发花经念了十年了 一天念一遍 三千遍差不多是十年了 发花经 法花经 七军 文字相当的差 他之所以不能开悟的原因 就是他有执着 他自己觉得比别人强 值得骄傲 是这一家的造劳 这是他英语啊 殊胜 他遇到六祖 他要不遇到六祖 他一辈子都不会开悟 最后辩职说 共告我们 这样三千部发花经 念下去 给主说 来三直路的个 三界六道里面的 有漏福报 这是真的 他能不能得人天呢 靠不住 都靠不住 如果这个傲慢心很重的话 不在人天道 最好的 那在修罗道就不得了了 好胜 我们 瞧不起人 自以为是 佛宝很大 这搞得修罗道就不得了了 他没有人天的德行 天福 必定是居足 慈悲 以习血 似无量心 我们在这个大小城经典 我们在这个大小城经典都看到 四界以上的天人没有傲慢 没有这个烦恼 心地都慈悲 他修 慈悲 这个慢呢 只有欲界才有 色界 无色界 没有 所以能够真正离开 言说相 名字相 心缘相 这个心清静 清静心听法 能开悟 不但是听筋能开悟 给主说 心真正清静 听到那个风响 听到那个树叶落下来 都会开悟 禅宗有很多例子 不是说 我一定参禅才能开悟 不一定 只要心清静 都有无处 我们中国过去 一些文学家 诗人 这些艺术家 许许多的 所以是灵感 心地清静 见色纹身的大自然 他得到灵感 灵感呢 在佛门讲 就是悟处 他有所领悟 所以他能够写出 不朽的文章 普下不朽的乐章 诗词 都是从 清静心地里面 向外物所感 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么由此可知 清静心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明了 文字 清空 言说 也是清空 那么我们以什么 为发呢 所以必定了 心有所悟 悟若发心 这就有法 悟若发心 这就有法 那就是禅家所讲的 明心见心 见心成佛 所以末后子说呢 当时随即所见 自不同而 凡夫 小臣 全教 只见到 印神佛说法 大臣 比较讲地上菩萨 语言教师 粗度以上 他们见到 报圣佛说法 如果是 语言顿菩萨的 给诸位说 他看到 发身 也说法 这个妙了 发身 怎么说法 西方极乐世界 情与无情 通通说法 那就是发身 说法 首先 我们也了解 什么叫发身 这个意思 很难懂 我们哪个人没有发身 虽有发身 我们不认识 虽有发身 不承认 这个没办法了 发就是宇宙万发 身呢 就是自身 整个宇宙 就是自己 谁承认 没有人承认 你要是承认了 那你就说发身 菩萨了 这个事情呢 我常常在不得已之下的 用做梦来做比喻 只有用梦境来比喻 比较上容易 领悟 做梦的时间短了 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 我们能把这个 能做梦的那个心 梦是心变现 能做梦的那个心呢 把他比作真如本体 他没有像 没像 就是发身本体 他虽然没有像的 他能现象 他能够随意语言 现象 当我们做梦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要问 我这个心像什么样子 平常不晓得 不知道心像什么样子 做梦的时候 你如果想觉悟了 我心像什么样子 整个梦境 就是你心的相分 你那个心在当时 那个样子 就是梦境那个样子 你真正觉悟到了 是你这个梦境呢 是你心的样子 那么你问问 梦境当中 哪一样 不是自己呢 心外无梦 梦外无心 全心变成梦 全梦就是你自己 是一 不是二 一下觉悟到 整个梦境 原来就是我一个自己 这就等于你真的发现了 你才晓得 通通是自己 梦里面有自己自身 是自己 梦里面梦到许多人 还是自己 梦里面的山河大地 还是自己 没有一样 不是自己 决定不可能 有外头一个东西 跑到你梦境里面去 不可能的事情 都是你自己变的 你现在要问 我们的真如本性 像什么样子 我们今天看到的 静虚空变法阶 这个样子 就是真如本性的相分 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 哪一方 不是自己 痛是 众生扩连 众生颠倒 本来是自己 分自分他 虚妄分别 其分别 其知识 在这里造种种的 遗 受种种的果报 全是自己 变现出来的 所以你要是 真正觉悟到之后 你才晓得 那个正得法身的人 如果我们讲的 最低的一个限度 大家好懂 金刚经上所讲的 四相 绝对没有了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绝对没有了 为什么呢 他真地 如了华言境界 情欲无情 童言终之 这是真的要真正的发生 在念佛人来讲 理性不乱 这个时候 他自己误了 他不给别人画界限 是别人跟他画界限 那些人跟他画界限 他可以随顺众生的界限 他自己决定没有界限 换句话说 自己决定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妄想 没有一个妄想 他能够随顺一切众生的 分别执着 妄想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了 供者在哪里 供者在自己心里 明白 《法法经》里面 也有个比喻 比喻一个长者 他的儿子 从小 走实了 以后长大了 在外面要饭 贫苦得不得了 长者知道 他是他的儿子 但是那个穷人 看着这个长者 害怕 不敢见他 不敢认 你给他讲 他不会相信 长者自己很明白 《法法法经》 比喻也非常好 比喻得非常好 《法法经》 长者就是比喻的佛 比喻尽信的大菩萨 陶氏的这个儿子 就比喻的六道众生 全叫二臣 他们不知道啊 宇宙万法 是一不少 他们不晓得 一切万法 是自己 他们知道 即使你真正明白了 真正觉悟了 这个观念 转过来 在一切法界里 这个思想没有了 四见也没有了 你就已经真的 清静而发生了 那你是什么地位呢 你是法神大死 这个 预言叫粗度的菩萨 这是 是连出度的菩萨 他跟我们所不一样的就在此地 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不一样 他也穿衣 他也吃饭 他出门一样也做这些 他都是一样的 就是思想 见解 观念上不相同 与我们一般人 大大的不相同 他真正没有烦恼 没有贪嗔痴 没有骂慢 烦恼吸气没有了 那么这个就叫做 随即所见不通 我们再看底下一段 这所惜者 万里不成 我一参知识 这一段话里面含了很多典故 我们看超里 万里不成都是这样参数 万里寻死 不成房友 这个超里面讲的万里 公安 就是万里寻死 神问大随 这个神是一个出家人 也就是到处就参许了这 问这个大随和尚 他说 借火动人 为神这个坏不坏 大随和坏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呢 讲这个身体啊 这个是什么呢 讲这个身体啊 啊 这个认魔 这个任魔 就是现在讲 就是那么 那么那么就随他去了 啊 这坏吗 坏那么就随他去了 大约随他去 那大随和尚 大随他去 生意不绝 这个一问一答了 答复的真理是没错 可是他对这个答复 怀疑 那换一句话说 这个参访没有得到要理 往还万里 广灿之时 实得大路 这是我们中国禅宗 很有名的一则公案 这一千七百则公案里头 五灯会员里面 有这个 有这一段的故事 那么这一位参议学的人呢 离开大随之后 到南方 遇到 头子和尚 这个也是一位 大吃大物的 禅室 那么头子就问他了 大随和尚 你从那里来 从大随那里来 大随和尚 跟你说的是什么 他就把前面这个问答 重复说了一遍 这个头子和尚啊 听了之后啊 就向西礼拜 因为这个大随住在四川嘛 就向西方礼拜 口里就说了 四川有故福出世啊 就告诉这个出家 你来看我干什么 那是个了不起的人 你再回去吧 他这个一来一往呢 万里是形容词了 他说还没有万里了 那几千里是有的了 尤其以前 这个没有交通工具 这个出家人 这个出家人参学 都是走路啊 没有交通工具的 那么这一个往返 总要走好几个月 非常的辛苦 好了 听了头子的话了 回去了 回到四川之后啊 大随和尚 已经圆寂了 已经不在了 他这个怀疑 依旧不能解决 这个遗传没法解决 就听了这些禅师 说话没头没尾的 不晓得说些什么 那么以后啊 又参访 龙牙禅师 又把从前呢 这个这个大随投资啊 这个这些问答了 就向他叙述 这个时候 所以就参加讲 大义则大悟 孝义则小 这个心里就有疑情 有疑情 疑情不同怀疑 怀疑是烦恼 贪嗔痴慢疑 怀疑是不信 疑情是信 相信他们两个人 所讲的是吧 决定没有错 但是我不懂 不知道他说什么 所以常常把这个话 记在心里 这就是参加所讲的参花道 常常想 如果他不信了 他根本就不想了 这样又好几年之后 遇到龙牙禅师 龙牙禅师告诉他 围同大千 他听了这一句之后 他忽然 忽辱 随他说 一句随他去 千山走那生 叫我千山万水 走来走去 苦死了 一句话随他去 那么他又有一句记者 里头有两句话说 借火光中力问断 纳森幽知脸重观 他不是问吗 这个借火动人的时候 不晓得这个坏不坏吗 所以悟了以后 他做了一首记事 借火光中力问断 我提出这个疑问了 纳森 纳森穿着这个破衣服 不要纳衣 纳森幽知念重观 透不过去 指引一句随他语 万里区区读王怀 一个人到处去寻死防盗 想把这个问题也解决 总算不错 他确确实实 他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他不如是 民心 见性的经济 所以龙牙讲 唯同大前 实在这句话说穿着 我刚才拿做梦来做个比喻一样 梦境 通通通通睡梦境 你要晓得都是梦境 哪有生命 哪有来去 人家讲的没错 随他去 随他去 你就一切都放下了 你在一切 现象 一切事物上 不要去执着 不要去分别 你能样样随他去 你这个心多清津 多坦然 自在泄脱 一切众生 就是不肯随他去 自找麻烦 这个是苦恼万千 才六道轮回 你一切都能随他去 这一句随他去 就是十大愿望里面讲 随喜功德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这个是多么自在 真正误辱境界的人才明了啊 不成者善才难有 不一时辰 参五十三善知识 参访五十三善知识 一共经历了 一百一十个城市 这个难有 前面跟主说过了 这个难不代表方向 难代表智慧 代表光 反而是大善知识 居住的地方 他那里有智慧的人嘛 所以那个方 那个地方呢 就称之为难方 所以并不是指 东南西班 它象征了智慧 那么大师再次引用 这一段的公案 来比喻阿弥陀佛是最上的知识 你想参访三善知识 你为什么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 这是说 受放一切如来啊 阿弥陀第一了 阿弥陀佛 实际上 超过了一切祝福 这不是第一善知识 是什么的 可惜很多人不认识他了 真正要认识他了 再参访西方这一位大善知识 怎么个参访呢 赶快去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怎样才能去得成呢 那就是实际上所讲的 这个世界一切 随他去啊 就赢了 你就西方极乐世界就去得成了 这个世界上 你还要样样去计较的话 那么对于你这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成了章来 所以这个世界不管了 随他去吧 众生有福也好 没福也好 统统随他去了 不要再去理会了 虽然如此 可是呢 有缘的人 我们还是帮助他 这是佛门的一个俗话说了 做一天和尚 壮一天中 尽到自己本分的责任 本分的责任是什么呢 弘扬净土 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一切众生 推荐建给一切众生 众生 闻到了 能信 能解 能行 那他的语言成熟了 纵然他不信 不解 不信 这个阿雷耶诗里头 也把阿弥陀佛的种子给他种上了 这是我们当前能做的道理 也是我们当前应该努力去做的 这个自己来讲呢 就是功德圆满 功德就圆满了 这个功德圆满了 心里就非常非常的快乐 念念圆满功德 只要尽心 尽力地去做 那么底下呢 还有两段呢 也是属于公安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下一次再研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